我的回忆录 不能说的秘密 第52片 今天我和大家谈的话题也就是 这是一个橱柜的一个同志 因为他出生在兰县 这名叫刘亮生 今天我们讲一下 他是如何橱柜 并且成功通过同性恋移民的 大家好 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 同志老乡出怪 能嫁一个爱死兵老外 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国外的呢 出生在兰县的刘亮生 因为他家很穷 当时认识他的时候 我经常请他吃山西刀削面 因为没有办法 他每次都是见面的时候 他都要非要让我请吃饭 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说我和北京的一个强哥 所以说不想让他纠缠 三块钱一碗刀削面嘛 也就请他吃了 认识他的时候呢 他已经到德国使馆去和老外 办出国手续了 当时呢 他特别会说 说自己没有地方住呢 让我到我租的地方住了半年 最后发现他是一个不能交的人 我就把他赶走了 免得影响我的生活 刚才呢 又在视频里留言 说和郭文贵亲戚 哎呦 太可怕了 在他嘴里沙哑的话都能说出来 对于这个不好苦的人 还是远离的最好办法 因为我对他的了解也不是特多 其实了解他的真实的东西 还是他回国的时候 让我看他的护照 讲他的真实的感受的时候 才知道啊 原来是他嫁入一个爱死病的 一个老外 并且在一起生活 在英国租的房子 哎呦 真的是太能干了 刘莲生蓝线的 作者杨大根 我在北京 我的电话是13701091247 如果大家也认识这个刘的话呢 刘莲生的话呢 我也希望我们 共同探讨一下他的生活 或者是他在国外的 生活的方式 非常感谢大家和我分享 从一个农村 能通过同性恋 结婚 嫁一个爱死病的老外 看他的胆量 真的是太大了 没有假期 我现在认识了 我现在认识了 我说我 有什么原因 我现在认识了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